字幕提供 來到蘋果的家鄉 青森 怎可以不吃蘋果呢? 雲前有蘋果王國的味譽 而我們這次就找來一位的士司機 他叫木夏旭 是蘋果的士的成員 蘋果的士是專門接載遊客到雲前市的一個獨家服務 由司機帶遊客去不同的餅店、茶室 品嘗蘋果甜品 第一家要來的是Hotel Newcastle的La Castle Factory 是木夏小姐自己都喜歡一家甜品店 La Castle有很多精美的甜品 其中一款王牌就是這個蘋果批 蘋果批呈長形狀 批上面有酥皮網 蘋果片就被酥皮包裹著 甜度適中 吃不到蘋果本身的酸味 寫一個蘋果當然不夠 木夏小姐又將我們接載到另一間餅店 Vurger 期間跟他聊了一會 現時蘋果的士都是由四位女司機負責 服務的對象由當地人到遊客都有 蘋果的士是按照時間計算 由一間去半小時到兩小時去三到五間不等 視乎客人的需要 轉了幾個彎已經來到Vurger門口 店裡有不少跟蘋果有關的餅食甜蜜 都標明用清新的蘋果作為材料 而真正要吃的是這款Kamadashi蘋果批 是用當地的紅肉蘋果做餡 以自家製的麵團發酵 蘋果批微微開口 隱約看到裡面的蘋果 我看到還有微溫已經等不及放進口 這些蘋果只能夠吃或者看 如果想帶蘋果走 可以在興樽樽繁瑞摩村裡做一個蘋果土靈 土靈已經有了 我純粹為它上色 不要看輕每一步 滑錯想錯色 賤幸錯難返 土靈在清新的歷史遠遠由長 可以追溯到一萬多年前 土靈是當地人用來祈求五谷豐收 合家平安 製成蘋果純粹代表清新 村裡有大大小小的蘋果 每款都製作精緻 誰人看到都想買回家 他呀